繁华无比 盛极一时的楼兰古国 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一位穿越了千年的 来自楼兰的布府女师 或许可以给我们解开这个疑惑 大家都知道 我国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 在这期间留下了很多国宝级的文物 例如四阳方尊 圆明园兽首等 但是有一些文物 相比于其他更为珍贵的多 我们也只能看看图片 原体已经被珍藏起来 不被允许展出了 在这些文物中 更为特殊的一类就是干湿 2004年 考古专家在新疆南部 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 经过多方查找资料 以及实际调查 人们惊喜地发现 这座被掩埋在沙漠地下的古城 正是一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楼兰古国 楼兰古国是一个极其神秘的古国 据史料记载 古楼兰是汉代路上 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交通要塞 沟通着中原与西域 有很多的行商做股 在这里发展自己的生意 来往于西域 以及中原的商队 络绎不绝 一片繁华的景象 当时的人们 对这里很是向往 赞不绝口 只是不知什么时候起 这座繁华的古城 突然就失去了踪迹 没有一点预兆 千百年来 人们一直在寻找这座 神秘的古城卫国 这就导致了楼兰古国 一直是个传说 很多人甚至觉得 楼兰古国根本不存在 就只是个传说而已 这次的考古发掘 彻底打破了 楼兰不存在的这个说法 而且令人们惊喜的是 在发掘过程中 考古专家发现了一座古墓 在古墓中 静静地躺着一具女尸 若是普通女尸 专家可能还不会如此惊喜 只是这次发掘出来的 是一具不服女尸 这个发现 简直让专家欣喜若狂 毕竟 我国众多古墓的发掘 不服女尸 简直可以说是屈指可数 更别说 这具女尸距今 足有四千多年 比之前发掘出来的女尸 历史更加久远 也更为难得 可是 她历经四千多年 能保存得这么完好 已算是举世难得了 这位楼兰美女被专家挖掘出来的时候 五官还清晰可见 甚至连她脸部的皮肤都有着一定的弹性 而且她的头发和睫毛都没有多少损坏 甚至于被移动的时候 睫毛还在微微的颤动 简直像是睡着了一样 更令人惊讶的是 在后期专家为了保护而对女尸进行全方位的检查时发现 这具女尸的脏气保存得很好 这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极了 众所周知 楼兰除了她的神秘之外 还有一个是被人们口口相传的 那就是楼兰美女 传说中楼兰出美女 而且在很多的史料中 都可以见到有关楼兰美女的记载 楼兰美女到底有多美 有多出名 据晋书张俊传记载 大军阀张俊曾喜欢上一位楼兰美女 特意为其封号和建造宫殿 极尽荣宠 而不仅是军阀 连佛门高僧见了楼兰美女 也不能免苏 魏书祖渠传 记载了南北朝时期 克什米尔高僧谈无衬 到楼兰谷国红布佛法 结果却爱上了貌美的楼兰公主 满头陀林 甚至将佛门抛住了脑后 谭无衬与满头陀林的私情 不幸暴露后 感到十分羞愧 又不得不逃去了甘肃武威 这类记载在史书中很多 在那时候 不乏有为了楼兰美女 一致千金 甚至家财散尽的人 只为了得见楼兰美女一面 有这些记载 也可以看出来 楼兰美女在当时 是多么受欢迎了 历史上有关于楼兰谷国的记载 最早见于史记 那时候楼兰人建国 但是由于当时势力弱小 不得不依附于更加强大的匈奴 帮着匈奴扣押过汉朝使者 之后 由于汉朝势力建强 派兵征讨楼兰 楼兰兵败 就向汉朝投降 只是匈奴不甘心 也出兵征讨楼兰 当时弱势的楼兰为了生存下来 就派出使者向两边求和 可是之后 楼兰王亲匈奴 帮着匈奴侵犯汉朝 而那时候 他的王帝请汉朝 便向汉朝揭发自己王兄的行为 汉朝对于匈奴王的作为 很是愤怒 就派人刺杀了楼兰王 将他的王帝立为楼兰王 至此之后 楼兰就归于汉朝统治 归于汉朝之后 楼兰王奉命迁都于 新疆若羌附近 汉朝时不时派人管理 之后 楼兰成了丝绸之路上 一个重要的节点 这就是史书中 关于楼兰的记载 寥寥数语 写进了一个古国的历史 有关于楼兰古国的消失 学界有很多猜测 只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定论 一说是被大漠的风沙埋掉了 一说是因为患了什么疫病 而导致楼兰的消失 也有人说是被其他国家灭掉了 大漠的风沙掩埋 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猜测 我们来看地图 可以清晰地看到 楼兰古国位于我国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部 塔克拉玛干沙漠 一向被称为有去无回的沙漠 就算是以现在的技术 若是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 人们也是不会随意进去的 毕竟沙漠中的凶险是不可预估的 更何况是科学技术落后的当时呢 那时候的楼兰地处沙漠深处 虽然繁华 但是却经常封杀四女 这一点 专家从楼兰女尸身上得到了证实 她们在楼兰女尸肺里看到了许多灰尘 若不是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 身体是不会有那么多的灰尘的 足以见得 当时它们的生存环境并不好 所以根据地理环境以及自然环境 有人做出了一个猜测 楼兰古国可能是被一场巨大的风沙掩埋掉了 而随着沙漠流沙的运动 渐渐地沉到了沙漠的底部 这个说法是大众比较认同的一种 也是学界普遍认同的一种说法 可是也有人提出了疑问 若真是这样 楼兰也不会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了那么久 既然他们祖辈生存在这里 那总是会有抵御风沙的方法 怎么会被突然埋掉 所以他们又提出了另一个意见 疫病说 大家都知道 在那个医术交通落后的年代 一个地方若是有人得了疫病 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几乎是没救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总会在书中看到这样的情节 一座城里有人得了疫病 守城的太守会下令逼城 以免城里染了疫病的人出去 将病毒带出去 虽然他们会派出守城士兵向朝廷求援 可是毕竟路途遥远 难免会耽误病情 况且也不是朝廷知道就会有办法 所以结果往往就是为了国家而困死一成人 这样听着虽然有些戏剧化 有些残忍 但是不得不说 这可能是那个时代降低损失的最好办法 因此也有人认为 楼兰可能是流行了什么眼中的疫病 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 消息传送不及时 最后一成人只能困死城中 这个说法虽然有些戏剧化 但是仔细想想 却也是有些道理的 只是总会有些不同的声音 有些人认为 这样没办法解释那之后 为什么人们一直找不到楼兰的存在 所以他们提出了战争术 有人认为 是当时周边的国家嫉妒楼兰的繁华 想将这一切据为己有 所以就派兵攻打了当时弱势的楼兰古国 而那时候的汉朝鞭长莫及 营救不及时 导致了楼兰的灭国 大家都知道 在那时候有些民族在攻打一个地方之后 会选择图城截掠 所有人认为 那时候的楼兰 遭受了周边国家的攻打之后 被图了城 侵略者在将这座防华的城市掠夺一空后 留下一座空城扬长而去 这也是比较靠谱的一种说法 无论楼兰古国的灭亡 是因为什么 都是一件极其遗憾的事情 毕竟若是楼兰可以一直流传到现在 那一定又是世界知名的故城 只可惜 我们现在只能看着他的遗迹 去想象楼兰当时的繁华兴盛 不失为人生的一件汉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